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陪伴大家 奔跑吧 兄弟 耶 就是我觉得非常开心 能够加入到奔跑吧 这个大家庭 那句话一直营料在我的 我的脑海当中就是 奔跑十年 爱你不变 兄弟团所有的温暖那种凝聚力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 开心奔跑继续向前 你永远可以相信周深的live 818万会上周深也唱了一首光亮 歌声的张力和感染力太强了 要说发挥稳定还让人惊艳的 必须是周深 如果要评选一个最佳现场 那么周深的光亮必须拥有姓名 周深这一次现场的状态非常好 几乎完美地还原了CD质感 周深对光亮的表达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感 他的现场太有感染力了 歌声穿透力十足 演唱出了一种蓬勃的气势 整个人如同歌迷一样 在舞台上闪闪发亮 周深的音色向来充满细腻与空灵 他的歌声里能听到徐徐到来的故事 也能感受到情绪渲染下的磅礴气势 而当戏强出来时 让人瞬间起了一身脊疲疙瘩 没有任何修音 却十分的经验 不知道的还以为请了哪个专业的戏剧大师来唱呢 不得不说周深也太全能了 这大概就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吧 莫听传令大铁声 一说电语人听声 长音波波迷终一许 爱你也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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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却最渺小最微弱最柔弱最柔弱最不悔的你 用尽量全力 无意的回忆 再不变太空近 再不变太空近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意义 两个血定不停交换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是谁的DNA洞啊 李克勤在此次晚会中 演唱了两首歌曲 一首欢快的护花使者 瞬间带动了全场的气氛 而另一首抒情的飞花 他唱得娓娓动听 让人沉醉其中 这两首歌 他在声声不息节目中都唱过 但此次显然唱得更好 修养之后的嗓子 更能展现李克勤演唱的真实水准 今天唱护花使者的声音状态特别松弛 所以带来的听感也就更舒服 更清爽 飞花的咬字更清晰了 情感上的抒发更为流畅 听着更容易产生共鸣 李克勤演唱状态越来越给力 虽然李克勤已经54岁 但他唱起歌来 丝毫听不到唤气的声音 发挥相当稳定了 张碧晨开向早晨的午夜 张碧晨同样一行抹胸大红色 拖尾短裙 搭配银色长靴出场 整个人看起来气场十足 浙江卫视真的是张碧晨的娘家 只要一回到蓝台 不仅人显得更漂亮了 而且唱功也同时在线了 一首开向早晨的午夜 发挥十分稳定 高音部分更是惊人 网友直呼一个字 吻 你永远可以相信张碧晨的现场 这首开向早晨的午夜 真的是好听到爆的作品 从头到尾都充满一种 朦朦胧胧的美感 张碧晨的节奏和律动刚刚好 音准也出奇的好 他在歌声中构建的小层次和小花边 真的是美不胜收 真是超级惊艳的演唱 张碧晨牛 除了视觉和听觉盛宴 主持人和沈腾 杨迪等浙江台老朋友们一起 通过歌曲 游戏 魔术等形式 为观众带来不少欢声笑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广告知اذ 日ENNE traveled as a few letters 这也见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 李宗盛 ólagos啊 在九 hole intention demosäus playников 李宗盛 文台上 구독模若 乃огда 无视小年 顺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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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